公元1898年6月11日 光绪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尤为 任命他为总理衙门张晶 筹备变法事宜 史称戊序变法 在此期间 光绪支持了康尤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希望能将晚清拉出积若积贫的泥潭 然而慈禧绝不允许大权旁落 于是在同年9月21日宣布领朝听证 光绪被软禁戊序变法失败 当初参与变法的骨干均被朱杀 只有康尤为提前得知消息 靠往海外 公元1904年 北清政府全面封杀的康尤为 抵达北欧瑞典 立刻被瑞典迷人的风光吸引住了 他曾颇为深情地为瑞典的美景附施 还专门在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 沙丘巴登地区买下了一座小岛 康尤为此人是晚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所以除了在政治上力推变法外 他自己也创办过公司 银行 手里拥有巨额财富 也正是因为有钱 才能直接在瑞典释巨资买下一座岛 不仅如此 康尤为还将自己的名字为该岛命名为康尤为岛 并在上面建起了中式园林 取名北海草堂 他在这座小岛上悠闲地生活了三年 一直到公元1907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 岛上的园林早就在海峰的侵蚀下没了踪迹 但当地华人依然将此岛称作康尤为岛 而小岛的所有权则被瑞典政府收回 现在沙丘巴登区域已成为斯德哥尔摩有名的高级驻战区之一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他以后能报效祖国 长大获得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留学 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及此事 他的回答惹人争议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恢复彭云即可观看